当年邓超和江一燕传出了绯闻 那个时候的邓超和孙丽已经在一起了 绯闻出现后据说孙丽非常生气 随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江一燕一直被娱乐圈血藏 一度隐退娱乐圈 之后她开始做自己 她喜欢旅游也喜欢做公益 江一燕曾在一乡村小学任教一年多 为人非常的善良 2007年她到广西巴马县的一个山村拍戏 开始选择到西部山区支教 在八年的时间里 她是山区孩子心中最美的小江老师 她建立了爱心基金 在乡村为那些学龄前贫困地区孩子 提供了学习的平台 她的放松方式是背着相机 到世界各地去拍照 她最喜欢去的摄影地方是非洲 当年的绯闻又被翻出 面对无中生有的指责 她响亮发声 怒斥谣言者 并坦言舆论的力量已经让她感到畏惧 也感到了困惑 她无法理解为何身处娱乐圈 就要被不断消费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